大家好,我是Dan 宇杰瑟在节目中对外国嘉宾说了 韩文说得真好 而被一部分网友们指责为种族歧视 但也有很多网友们认为 反而是这样的指责令人感到不适 在最近播放的YouKids节目中 播出了只有国际式外国人特辑 邀请了居住在韩国的几位外国人 作为嘉宾出演 在他们登场后 宇杰瑟问道 你们来自哪里 一位嘉宾回答说 我住在永寅 老家在什瓦尔那边 我爸爸住在那里 我在满百日的时候从分来来到韩国 另外住在韩国已经有25年多的嘉宾 以及出生在韩国的嘉宾 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出生地 而宇杰瑟在节目中 看着这些在韩国出生或成长的嘉宾们 一直称赞他们 盘望讲得太好了 语气和一切都很像韩国人一样 在这个节目播出后 在该影片底下就有网友们指责 宇杰瑟的发言根本就是种族歧视 有网友表示 因为种族不同 就把在韩国出生并生活一辈子的人 视为外国人 这是过失的思维 也是种族歧视 作为移民者 当别人因为外貌不同 而惊讶你说当地语言时 会感到被培斥 看着事实上已经是韩国人的人 却还赞扬他们韩文讲得好 问他们会不会韩文 这其实是很势利的行为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对这些批评表示 把轻松的赞美解读的 如此负面的人才是问题 如今这个世界 说句话都得小心翼翼 也有网友解释道 宇杰瑟只是以韩语讲得真好 这种方式进行节目对话而已 作为国内顶尖的主持人 他不可能在不熟悉嘉宾资讯的情况下进行节目 因此仅凭这句话来指控 他有种族歧视意图 实在不合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是无语 都有人说了 从出生以来一次都没有出过韩国 就一直在韩国长大 然后还对他说 韩文说得真好啊 你最喜欢的韩文是什么 真的很像韩国人啊 这真的太歧视了吧 韩国的KPOP歌手中 有不少外表是亚洲人 但估计是美国 加拿大或澳洲 母语是英语的人 但如果他们去外国接受访问 然后有白人对他们说 哇 你英文说得真好啊 那就会被骂是启示 或者被说是脑袋空空的 还会被疯狂嘲笑不是吗 宇杰索对外国人说 韩文讲得真好 是出于真心的赞美 他这样说是为了鼓励外国人 表达对他们语言能力的认可和尊重 这种赞美源自于他的善意 而不是带有任何负面的意图 这件事是不是像 Tom Holland曾经对我们国家的某个人 说过类似的话 然后被骂得很惨 完全一样的情况 现在却有人为宇杰索护航 真是无法理解 在单一民族的国家里 很可能会说的话 而且那些人是外国人 也不是韩国籍啊 应该要注意的不是吗 他们在韩国出生长大的 却对他们的韩语说得好 感到惊讶 这只是在说 他们的外貌让你有种疏离感 他们也是因为韩语说得好 才上了YouKids的吧 这次节目的主题就是这个 真的有很多人爱找麻烦 所以 对于宇杰索在节目中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宇杰索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